好比賽開始第一局要由吉村登庭先來發球 許信當然是直拍橫打的選手 而且是左手直拍 吉村在中後台的能力也是 因為他在整個正手發力 其實看得出來整個腿以及腰的發力都不錯 哇好球 許信是蠻充足的 敢一開始就跟許信打開打箱齒球這個部分 插網之後許信專就了回來 喔這個球如果領起來的話 對於直拍的時候是一個蠻難判斷的一個球 公開賽了第一輪是先打敗了卡達的轉機好手李平 等於是在一場比賽裡面連續打敗了兩位 只有中國選手 所以你要馬上拉開也不太容易喔 好球 不管在攻不管在防 其實他都有保持他的一定的節奏 我並不會說我今天遇到許信了我就 尤其是打完消球是很累 而且也蠻享受我在家鄉父老面前比賽的感覺 比女丹 7比8 哇這會對許信非常有利喔 嗯哼 第一局他能夠摸輕 9比8 任勤逼出了兩個橘墨點 看看他揭發這段的表現 結線了 並沒有擰近 許信先化解掉了一個橘墨點 第一個揭發失敗之後 在改變了揭發的方式 側切 也拿下了關鍵的分數 第二局 哇這球 第一板扛得住 第二板都扛不住了 跑球 開局許信是連打2分 再換回來這個逆側弦的發球 比例上面掌握的判斷並不是特別清楚 跑球 4比 好球 真請發球 哇中國球員來說 他直接發球的應變能力很快 嗯哼 大概兩三個球他就 好像變得有點緊繃啊 跑球 選手的對拉 這個環節上要贏過他 並不是那麼容易 二比8 好球 也沒有這麼好拉起來 對 斷出台 現在工藝板 反而是讓許欣逼出了局點 轉轉已經出現了 這個變成說已經適應了他整個擊球的節奏 擊出一份禮物 2比2 2比2 吉村大概要走什麼線路 什麼時機要走都能掌握住 所以待會兒如果這個吉村佔領的話 許欣還是能夠把握住 哇其實也相當忙碌 我上午才跟防震東 二戰了七局之後 我剛剛還要在南雙的冠軍戰出死局了 才跟馬龍是聯手拿下的勝利 好球 好球 那同一時間當然也有四大運也要舉行 評估之後還是這個大專體種經過評估之後也是 因為畢竟這次很多學生運動 下個禮拜也要去韓國了 最後可以頂一下扳出台 好球 好球 哇好球 好球 許欣逃過一節了 現在第三局又重新燃起升機 嗯 好球 好球 哇好球 哇 其實比較可惜沒有把握住 第四局要徐欣先來發球 我想信心會大折 對於吉村的節奏他會更明白 來喔 哇發出 這前一局出現一次 發球失誤之後 吉村真情的整個弱點 哇 尤其是直拍選手來說 正手的能力就一定是比較高 好球 這今天這個第一局能夠贏喔 然後現在比數還能摳這麼緊的一個主要的地方 許欣的進攻 拉住 哇 雨啊 之前的這個 暗穿 在中後台的能力都不錯 都能夠 這個都有時候在 哇 又是出台 哇 能力 發球 哇 發球 所以往往都是要多準備 哇 哇 對這兩輪接的不是很好 哇 反拉 哇 許欣 貼到了 護欄的旁邊 還救回來 哇 這分給救回來 這球在真的被許欣救回來 真的集出你沒氣 在 輪到吉村真情發球 感覺到這個球員集中力還在不在喔 我想現在這個 比分才是許欣想要的 可以緊湊一點 吉村連拿四分的攻勢 8比7 分啦 現在7比9 好球 過這次的難關